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顿时急的泪淫于解 他想扑到东华怀里 又怕不小心碰到了伤口 只得抱着他手臂哽咽 父君 你和娘亲怎么了 你们别扔下滚滚 想是听到了什么 小娃儿抽烟的厉害 还在拼命解释 九九 九九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父君你别怪他 他不会要害你的 哲言此时恍然若鹜 如此说来 你的伤一直未遇 莫非是奉酒给你的吃食中 东华打断他道 小白既为秒落所算计 这些又拿来说什么 他又想到什么事的转向白纸 今日战场中是 莫要对外宣扬 我不想旁人误会小白 白纸应了他 历史做安排 此时在垂眼看着儿子 东华倒不知该如何安慰这小娃儿 他腾出手来摸摸滚滚的头顶 别怕 滚滚 父君 父君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娘亲的 他与小白的每一丝缘分 他都会心心守护 他从不怕耗费千辛忘苦 只怕自己错失时机 勉强同意了清理与包扎伤口 东华坐在他前陪着凤九 不肯去休息 哲言说要等凤九醒来 他便耐着性子等 哲言见说不动他 知他性子刚硬 打冰的主意少有人能动摇 便给他留了几碗伤药 若不想酒要偷喂你干心就快吃了 此时除了凤九 用墨水都不能打动这块石头 隔天 凤九的确醒了 只是醒得十分煎熬 哲言来时 东华正紧紧抱着他 他一张翘脸上全无往日神采 尤其原本一双灵动的妙目 此时呆滞又空洞 大而人的同仁退去了晶莹的光泽 仿佛被一招细尽了灵气 失去了生机 他不记得自己是谁 叫他并无回应 与他说话 他便定定的看你 不知是懂了还是没懂 他也不认人 不仅白痴白衣不认识 连滚滚也不认识 是那种淡漠的忽视 不管对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他大都是若无睹 毫无温度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划过 只是如游魂般漫无目的地走动 唯独见到东华时有些反应 却不是清静的反应 他脸色煞白 浑身颤抖 闭着眼拳打脚踢 口中四发不出声音 眼泪却大滴大滴地落下来 不知是筋还是痛 众人惆怅不已 不知要拿他怎么办 哲言急忙上前施了针 好一阵才让他平静下来重用睡去 他又整了脉 果然仍一如昨日 连这三日皆是如此 不说别人 连哲言都要无望 凤酒神魂有损这是算是做事了 东华问他 可有法子修补神魂 其实他自己早已翻遍了典籍 法力高深的先者若神魂有损 月莫靠着神品丹药与宝物故魂 再结个滋养的结界经年累月的修养 许能争一丝天机 可这被秒落的怨灵灼细折损的神魂不光是虚弱 还有时时削减神魂的邪碎未消 又要攻击腹中的胎儿 只怕还未等修养回神魂 便现要入不敷出了 哲言知道真结在哪里 但他也无法 自己找编了医书的边边角角 愣是未找到类似的一案 他知道东华仍旧偷偷地给凤酒喂吃惊血 可这次显然收效甚微 东华一日比一日沉默 他如今连凤酒的身都进不得 只能趁着他昏睡时才得凑钱看一看 他也害怕让他太过激动而影响了身子 晚间 哲言安顿好了凤酒 看看作与他前一言不发的东华 依旧说了句 若有事就叫我 便转身准备离去 孩子 身后传来东华的声音 孩子都大了 哲言一愣 方醒悟过来 他说的是凤酒怀着的孩子 三月有余 快四个月了 东华的声音有些飘忽 倘若 哲言等了许久 也没等完那个下文 转头见他盯着洞壁上的一颗叶明珠发呆 终究还是摇摇投出去了 第二日 东华找来白纸和哲言 说道我要带小白去碧海苍林 青秋虽有风仪山岩华洞 但岩华洞只是灵气丰盛 并无驱除斜碎的效用 与小白避意不大 碧海苍林中的灵犬倒是有此功效 白纸与哲言对视一眼 问道 几时出发 东华道 事不宜迟 即刻出发 哲言你且跟我走一趟 这些时日小白还需你看顾 哲言点头称好 他又转向白纸 滚滚就有老胡帝照顾一阵 势必我再来接他 还有一事须提醒一二 此番秒落虽受重创 但并未消失 青秋仍要严加防范 却不可疏忽大意 也烦老胡帝给叶华传个消息 白纸原以为九丫头与帝君受了这么多苦楚 但至少除了渺落这心腹大患 谁曾想到头来 制造了如此多麻烦的渺落居然还在 这是怎样的纠葛 灵情幽明 草木葱翠 天海尽头的碧海苍林 经过几百年的休整 终于恢复了些旧观 哲言形色匆匆的身影 出现在了碧海苍林的姐姐外 他已经数不清这是近两个月来 自己的多少次往返了 两月前 他跟着东华将凤九带至碧海苍林 碧海苍林及天地玉秀 林泉又是其中至今至纯至处 东华选了弃则最为浓郁之所 画出一方晶莹剔透的冰棺 将凤九小心地收于其中 又做了最稳妥的结界 自己在一旁截如日夜相守 哲言五日一诊 心心敬意者本分 最头疼的是除了细致分析凤九的脉案 倒还有如何劝东华好好吃药 如今既已知晓当日东华的反噬之伤始终未雨 乃是因为凤九受邪碎影响之下失心头的药 他的方子便十分明确 还有在战场胸口所受的刺伤 虽看着可不却没什么疑难的地方 麻烦只麻烦在乃是以九尾湖断为所化的利刃 伤口不易好些 两相一综合 哲言内药是早就配好了 奈何病人始终不配合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宁愿自己咬牙忍着也不愿日日灌一碗 接一碗五花八门的苦药 末了 只能扯了凤九的大旗 压他喝下去 起初一个月上属稳定 凤九虽不见大好 倒也没有大坏 戏教之下还是有些敬意 只是这点敬意与东华胶着的心情相比 实在乏上可陈 但好歹还能叫他边喝着苦药调养边 忍耐着继续等待 这与二人都有弊意 哲言略觉安心 隔了医院 电话来时略有些突然 先是哲言发现凤九的脉象略有波动 尽管电话十分微弱 但之前还有敬意 这次确实是维持了个不过不失 彼时他不想过于大惊小怪 想着即便是治病也有平台期与反复期 也许这便是了 婴儿只是皱了皱眉病位声张 后来两次诊脉 哲言格外仔细 却发现凤九的脉象虚幅 色而无力 不仅无改善 似比前次还要差些 还有腹中的胎儿 胎心也有些微弱 哲言枕霸 心中咯噔一下 不免有些不好的预感 东华见他神色微变 自然不会放过 带问亲缘由 却是抓着凤九的手半上不说话 两久方问哲言 可有办法 哲言经了几次确认心中已然确信 老是摇头 九丫头如若清醒还有些办法 只是现在这状况 怕是不仅孩子不保 他自己也 东华低着头 摩缩着凤九的手道 倘若 没有孩子 小白可能缓解 哲言虽有些惊讶 却也知他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 在狐狸洞里 欲言又止的问话就是端倪 当时未说出口 不过是还没到这当口 他倒是颇能理解 东华的想法 与其一损俱损 不如弃足保车 只是 但凡父母 谁又愿意将孩子做那被舍弃的 足 哲言沉吟了一番说道 如若没有孩子 九丫头的情况自然可以好些 不过 这日子算来已经不短 胎儿已然成省 此时 于母体会有些损伤 好在此处有灵犬 我是先做些准备 届时让九丫头在灵犬中好生调养一番 应能于身体无碍 东华望着哲言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